深星製作有限公司負責人楊萬森 怎樣都沒想到竟然在自己的婚禮現場 撞回失蹤了七年 將會被認定為死人的前妻顧程天 是一次頒獎禮 楊萬森被頒發奮鬥之聲 獲獎感言都是多謝順盤女友朱善美Rachel Rachel是公關界女神 和萬森相識多年 浪財女貌 Rachel除了是二十四季女友之外 還盡心盡力去照萬森和程天的兒子智軒 而智軒也將Rachel當作是媽媽 在頒獎禮結束後 萬森在一群記者見證下向Rachel求婚 智軒也在場 三個人好像一家三口那樣 而背後見證著音樂的程天 在這個時候實在沒有勇氣出來跟他們相應 程天疑似避害 墮入原來昏迷了七年 醒了之後已經在人命 雖然保住了一條命 但沒有了記憶 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 幸好程天在印尼遇到正義地爆棚的 香港流氓律師金長勝 在長勝的照顧和鼓勵之下 程天身體逐漸恢復 而今次在長勝的陪伴下 她回到香港就是為了找回失去了的七年 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為何那時候會掉落原來 而回來見到昔日最愛的人 抱著另一個女人和自己的兒子 程天都知道過去的一切已經回不了頭 也不可以怪萬森變森 萬森其實都不是見一個愛一個 在程天剛剛失蹤的時候 她不斷在社交平台出post 通過不同的媒體哭口地去找程天 程天看回一些動態都很想念自己的兒子智軒 程天見到智軒陪Rachel試婚紗有說有笑 她覺得自己就像一個局外人一樣 眼淚都忍不住流了出來 長勝一直鼓勵程天勇敢踏出第一步 拿回屬於自己的東西 不過程天就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去要回失去了的一切 特別是智軒成長關鍵的七年 她都沒有在她身邊 而就在她準備放棄尋找真相 在她身邊離開香港的時候 她不小心堵捨了水瓶 等她清理一件衣服的時候 她見到自己身上山智軒時留下的那一塊 顧著智軒的心情湧出來 可能連天都可憐晴天 有一天她遇到被流浪狗追緊的智軒 智軒一手搶走智軒手上的腸仔包 丟給狗仔 並將自己的豆沙包送給智軒吃 智軒對這個豆沙包姐姐也有了一個不錯的印象 來到萬森和Rachel結婚的那一天 Rachel胃痛 萬森就去車內幫她取胃藥 而就在這個時候 萬森見到雖然只是側面 但就一秒認定了這個就是自己失蹤了七年的前妻顧智軒 萬森就立即抓住智軒 並將智軒帶回去婚禮現場 婚禮也在眾人的驚訝之下被迫中團 作為智軒的代表律師 詳勝向萬森和Rachel解釋了一切 智軒也表示自己回來只是為了拿回一些記憶 不是故意破壞她們的婚禮和現在的生活 婚禮延期 萬森當然安撫了未婚妻 不過想不到Rachel也挺大方 完全沒有不開心的 還反過來安慰萬森 萬森帶智軒去醫院提醫生 證實幻想創傷症失憶 醫生說如果想恢復記憶 可以去回以前經常去的地方 看看可不可以刺激到腦 於是萬森就帶了智軒去麵包店 智軒一選就選了一個豆沙包來吃 而萬森就說 其實這一個就是智軒以前做完事 獎勵自己的甜品 從萬森口中可以得知 原來智軒以前是一個很出色的記者 入行開始就跟著萬森做事 兩個人越來越夾 兩三年的時間他們就拉近了天窗 還有了智軒 他們人前人後都是模範夫妻 經過了這段時間相處 智軒對萬森產生了好感 可能畢竟以前都是親人 所以智軒對他也多了一份信任 而他和萬森都猜不到的是 在他們面前表現得很大方的 Rachel其實是一個心機女 為了可愛自己在萬森心目中的地位 他可以不惜一切 萬森告訴智軒 智軒就是當日救了他的豆沙包姐姐 之後還帶了智軒回家探智軒 希望可以增進他們母子之間的感情 萬森暗示智軒可以叫智軒做媽媽 但智軒看到智軒猶疑的樣子就馬上跟她說 可以叫自己做豆沙包姐姐或智軒都可以 萬森把一本舊的相簿給智軒看 相簿裡面由一開始的萬森、智軒、智軒 慢慢就變成萬森、智軒、Rachel 智軒心裡面覺得 小去了的七年怎樣都找不回 特別是和智軒的感情 不過智軒為了更了解過去的自己 就和智軒在社交平台出post 希望找回智軒以前的同事和朋友 怎知發現大家口中的他竟然是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人 智軒被一個他曾經採訪的人綁架 萬森最後成功英雄救美 綁匪罵智軒是一個極無恥的記者 還罵智軒毀了他的家和人生 智軒聽完簡直天崩地烈 不過幸好後來知道了真相 那時還幫當事人和他媽媽離開了狂賭錢的壞爸爸 終於脫爛了 綁架案後 智軒和長城探訪癱患了的呂騎師 呂騎師的勵志故事令智軒很大感觸 智軒也慢慢找回自己的人生方向 決定要盡快找到工作 於是萬森就趁著這個機會邀請智軒回心青組 智軒見到萬森誠意權權 就答應加入心星 但心星的同事文奇認定 智軒是一個靠關係進來的人 智軒被處處針對 雖然有著萬森的維護 但也不斷受到挑釁 他唯有和長城不斷伸 萬森一直懷疑長城留在智軒身邊是另有企圖 所以他一路安排了死黨老鬼暗中調查 長城的江湖好友陳俊九就看不慣好兄弟被人針對 主動出頭要搞萬森 逐一埋警署 另一方面 Rachel作為公關公司的負責人 提得又講得 出手闊出 深受深聲的員工寬心 愛情事業對智軒來說可以說背腹受敵 智軒入職之後的首個挑戰 就是要和民奇爭奪這個心臟科權威 老國鋒的訪問權 智軒出盡其招彈都輸給民奇 智軒認為民奇是靠美式才成功 萬森開解智軒說民奇脫穎而出 其實是靠觀察力和細節取勝 絕非偶爾 他還說自己最開心的是見到智軒入行的脫火 於是受到啟發的智軒重新振作 站起來 還跑去擺民奇為師傅 決心裝備好自己 他和長勝來到電器店 想買回新電腦博殺 但就被長勝偷偷摸爆了萬森給智軒的附屬卡 Rachel知道之後就約智軒趁機去羞辱他 智軒知道自己理規就立即將附屬卡還給萬森 不想再麻煩對方 有一天智軒在街上人群恐懼症發作 幸好萬森及時出現解救了他 不過智軒沒有打算將病情告訴萬森 於是他就緊急向長勝偷偷地傳訊息求救 萬森帶智軒去了酒吧喝酒 在酒精的吹發之下 不知各地攬一起跳舞 程度龍士還忍不住嘴了下去 不過智軒就用最後一絲理智推開了萬森 衝了出去 但不知道是否衝得太快 智軒意外掉落了酒吧外面的泳池 還令他想回當初墮崖的時候 空手帶著的那頂帽竟然是潛呼萬森的同款 智軒也不是第一次懷疑萬森有鬼 之前他就發現自己的行程被人撕走了兩頁 而那兩頁的時間正正就是他失蹤的時候 當時智軒在萬森裡找到兩頁 和行程上的時間可以對應的紙 雖然後面好像發現了是一場誤會 但究竟是誤會還是刻意部署 除了萬森本人之外有誰知道 智軒立即對這位眼前人有所防化 萬森也懷疑智軒究竟是否記得了甚麼 心裏開始害怕 為了解智軒康復的進度 萬森找來智軒做探子 看穿一切的詳勝則質問萬森 誰知被萬森反張一軍 希望詳勝對智軒死了一條心 而萬森的合夥人靈振聲一直對Rachel都挺有好感 而且站在同一陣線 他亦主動幫忙調查智軒 不過同樣都是以失敗告終 智軒康復了之後就回去工作 和萬森一起去了一間熱狗店訪問店主Elton 發現了他開店的原因就是為了一個Ex Christy 兩人的故事令智軒和萬森若有所思 而萬森也借機和智軒表明心意 與此同時心創科權威勞國鋒突然被爆醜聞 萬森懷疑智軒是幕後推手令她錯失了這宗訪問 萬森還決定用智軒的熱狗店專題代替國鋒的訪問 萬森就覺得更加不值 而戰爭亦不妥萬森處處幫智軒 令自己的利益都受損 於是就懇求Rachel一起出力對付智軒 智軒不知道背後有那麼多人想插她一刀 不過終於黃天不負有心人 智軒和長盛意外在熱狗店的留言板發現了熱似Christy的留言 兩人根據纖索找到女主角 才知道原來當年Christy離開的原因是被X軒了肉 雖然Alton一再表明自己不會介意 但Christy堅持與對方已經回不了頭 最終都是分手收場 智軒問長盛為何對一對小情侶的事特別上心 長盛就轉移話題 不過長盛就對智軒的感情愈來愈明顯 另一邊想 萬森就跟Rachel陪她爸爸出言大敗山 兩人留意到爸爸的腳痛 Rachel就自責對爸爸的照顧不夠體貼和細心 後悔自己小時候阻止爸爸在媽媽過世後去找第二春 萬森就決定替Rachel盡孝心 要求陪她爸爸去看醫生 而爸爸也再三拒絕 坦白自己可能生了骨牙 很怕自己兩腳一生 Rachel會孤單一個 而萬森就跟她承諾會照顧Rachel一輩 而她爸爸也把Rachel媽媽媽留下的遺物交給萬森 Rachel就捉緊時間享受婦女二人世界 幸好最終檢查報告顯示 原來她爸爸只是生了蛇 虛驚一場 壓力終於得到釋放的Rachel忍不住在廁所爆哭 經過這件事之後 萬森就覺得更加要珍惜眼前日 決定趕快跟Rachel行禮 深星的員工聽到一個好消息 立即為兩人搬呼 唯獨晴天好失落 Rachel見到晴天的樣子 心裡不知多開心 晴天找長性借酒消愁 晴天就說自己剩下對方一個 文奇妒忌晴天的熱狗舖專題受到熱捧 Rachel加醃加醋 教壽文奇對付晴天 言達提出以防萬一想開始準備生後事 Rachel就順勢提議影傳家福 還特地安排晴天來影牛 見證著自己和萬森和智軒的幸福樣 而晴天也同時懷疑 盧國鋒被霸醜聞一事就是Rachel所做出來 但因為無證無據 只可以對Rachel作出警告 另一邊一直咬著萬森不放的長勝 切局令對方露出馬腳 不過就被萬森反咬一膽 說長勝接近晴天是另有企圖 後來萬森偷偷地根據晴天以前的日曆 同老鬼在一塊地裡找到一支錄音筆 然後燒了一支錄音筆 而筆裡面的內容正正就是萬森和晴天吵架的片段 深星的生意越做越好 知名集團太子女Candy也找到深星 希望他們可以幫忙找回五年前 將自己由綁匪手中救出來的恩公 文奇聽到這個題材夠爆 於是就主動請英想接了這宗案件 不過萬森就說不希望他分心手上的工作 就將報道交給晴天處理 晴天的熱狗店專題成為熱話 文奇仍然視晴天為敬敵 始終認為他是靠背景上位 而由於Candy提供的尋人訊息太過抽象 晴天只好找長勝和晴狗幫手 最終大家竟然發現目標遠在天邊 更在眼前 原來晴狗就是Candy的夢中情人 Candy還說要嫁給晴狗 深星的投資者 震星的Daddy 靈仲恆在門口碰到晴天 仲恆和萬森說不希望再見到晴天 萬森不肯答應 沒多久 晴天和長勝差點被車撞 長勝以為又是和萬森有關 而萬森私底下也和老鬼一起調查這件事 他們懷疑的對象自然是仲恆 Rachel 仲恆 振星 難得一起上深星開會 一向野心勃勃的文奇 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主動在大家面前 和大老闆推銷自己的最新選題 但最終萬森都是選擇了晴天的製作先出街 文奇簡直生氣到瘋了 不過這件事又峰迴路轉 就在報導出街之前 故事的男主角 即是Candy的恩公突然被爆醜聞 萬森就只好將晴天的製作割製 晴天唯一這件事又是Rachel所做的好事 於是趕快和Rachel對質 Rachel也終於露出真面目 警告晴天不要再搞萬森 晴天通過長勝 知道萬森竟然在七年前留下了七百萬的巨債 巧合之下 這筆巨債又在晴天失蹤了一個星期之後還清了 長勝一口咬定 萬森和晴天的墮顏絕對有關 而晴天面對昔日的外人 背後竟然有這麼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又會否堅持選擇相信呢 另一邊商 萬森和老鬼查到文奇竟然出賣公司 還蓄意破壞晴天負責的字幕 為求真相 萬森找到文奇和他當面對質 文奇也沒有否認 還將他和Rachel的陰謀告訴萬森 萬森完全想不到 為了保住晴天 萬森就要求文奇立即離開心星 不過心星的投資者 縱行就再一次和萬森表明 希望晴天離開心星 但萬森堅持四路 兩人不歡而殺 Rachel越來越怕失去萬森 她想起當年和萬森相識的過程 原來Rachel比晴天還早認識到萬森 當時Rachel十幾歲 因為意外傷了頭一度陷入氛圍 在現場目睹一切的萬森就將她送到醫院 但因為Rachel的血型罕見 當時醫院無法立即輸血給她 幸好萬森和Rachel血型相同 於是萬森就成為了Rachel的救命恩人 而Rachel對眼前的萬森也種下情根 十年之後Rachel又在醫院撞回萬森 兩人終於相認 回到現在 萬森約晴天吃飯 她想Rachel幫忙照顧兒子智謙放學 但Rachel因為被Coco找悔氣而遲了出發 智謙就自己衝出馬路被車撞到 萬森晴天和Rachel就立即趕到醫院 幸好智謙傷得不算重 萬森就認定是因為Rachel的梳化 才會發生這麼大的事 Rachel也很自責 求萬森原諒 但萬森依然不肯理回Rachel 晴天在醫院見到頭破血流的傷者 魯海中就閃過一個同樣頭破血流的女人 祥勝就懷疑這個女人就是她死了的妹小敏 而她埋程天身亦正正是希望知道小敏的死因 她認定小敏的死和程天的失蹤有關 為求真相 程天以照顧兒子做藉口搬進萬森家 一天晚上 智謙因為外面的鱗聲嚇到 程天就上床安撫她 跟她聊天 跟她玩 第二天還幫智謙洗澡 母子關是火速升溫 在祥勝的指導下 她開了萬森的火門 在衣櫃裡面找到一個夾蠻 但點入密碼都不對 而就在這個時候 萬森提早回到家 程天的計劃只好各自 一家三口終於找到時間去享受家庭樂 萬森見到她們累得睡著了 就想起當年跟陀著個B的程天一起出去玩 覺得很溫暖 程天在萬森房裡面裝攝影 希望可以破解到夾蠻密碼 但萬森突然間出現在自己背後 程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馬上放進去萬森 希望可以分散到她的注意力 不過萬森就懷疑了程天 於是她就在房間裡偷偷地裝攝影 長勝也借機去萬森家去找程天 實際上就是想破解夾蠻密碼 但期間見到別人一家三口 其樂融融 心裡不知多妒忌 於是她就攬拾程天去宣示主權 長勝雖然進入到萬森家屋 但她在想怎樣得到密碼線索的時候 這一切已經被萬森看到了 話說Rachel當時遲了去截志謙放學 實際就是因為Coco來找她要錢 以及要求見一個人 而這一個人就是Coco愛生的親生父親 寧事集團作主人仲恆 原來當年Coco的妹妹Kiki 和仲恆發生了關係 Kiki還意外有了寶寶 但Kiki生了這個兒子之後 就爛產而死 而寶寶還發現有先天性疾病 Coco走投無路 只好找回Rachel和仲恆 長勝主動提出做Coco的代表律師 幫她取回屬於她的一切 長勝找到Rachel去找她晦氣 但就被Rachel笑回她當兵 長勝一氣之下 就把萬森和程天嘴的畫面 傳給Rachel Rachel就立即和程天對質 與此同時 長勝也都發現Rachel和萬森 在程天失蹤之前就已經有關係 她亦將證據傳給程天 於是乎Rachel和程天的矛盾到了最高點 兩人一見面就互掩一巴掃臭對方 指對方才是第三者 長勝通知萬森 程天會搬回去寫字樓 萬森猜到這一切都和Rachel有關 而程天亦都很生氣長勝在背後做這些小動作 她承認自己已經喜歡了萬森 程天和長勝不歡而殺 程天不小心跌倒撞到頭 就在這個時候她突然想起 看到自己頭破血流 萬森好惡地不知道拿著什麼 程天再次數入萬森家試圖開甲慢 萬森早又準備自己展示甲慢裡面的東西 令程天消除對自己的疑慮 程天亦都很驚喜 程天終於叫她做媽媽 這個時候Rachel當然很失落 她知道自己已經失去了在這個家的地位 萬森推遲結婚的決定 還令她覺得很絕望 在程天的生日派對上面 長勝請來程天失憶前的好朋友神希 神希提到程天曾經給了一隻USB給她 程天直覺覺得 這個就是喚醒她記憶的重要線索 他們還發現小敏就是當年程天查這件事的女主角 而這個女主角和靈氏集團也有密切關係 結局是怎樣 究竟誰才是真正令程天失蹤的幕後黑手 那就要留意這個星期的結局周